yay 哈咯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 yay lifestyle battleship podcast 我是Joyce 然后呢 我们这一个星期又回到了 我们的 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见证的一集 然后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来宾呢 他年轻 年轻 然后可能大家对于他的生命见证很少会听闻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这一集可以邀请到他 然后我们也相信 不管你是男女老少 每个人的生命都有见证 都有故事 然后这个故事当中都有神的工作在其中 所以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安 所以我们可以请安来帮我们做自我介绍 给那些不认识你的人认识一下你 哈喽大家好 我叫安 然后我 你说我年轻我也不年轻 那是半中间 因为我今年已经30了 应该是我们的见证级最年轻的了现在 还有个年轻的吧 所以呢 非常的荣幸能够被邀请 来当今天的这个星期的嘉宾 也非常的感谢神我能够借着这个podcast 我能够分享我的生命见证 希望能够鼓励更多的这些年轻人 Amen 这样我们可能就可以先从你是怎么样信主 还是你的家庭背景的一些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 其实呢 我是来自一个非基督徒 非信徒的这一个家庭 也就是说我的家里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信主的 然后呢 我为什么会选择来到教会 然后为什么会选择去接受上帝成为我的生命中的 这个这位神呢 其实呢 一切都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巧合吧 因为在三年前三到四年前吧 就是我家里有发生了一些 可能我爸爸 然后可能我姐姐 他都可能接受不到的东西 就是我的唯一的这个弟弟呢 他在他的这个大学的这段时间呢 可能他选择的这个科系呢 他没有办法的继续 所以呢 当他选择回来家里的时候呢 家里就发生了 不能 父母不能商量的这些东西 甚至我的姐姐也不能和我的妈妈 有好好的商量这些事情 然后导致到有一些好像争吵 为什么你不要劝他继续读下去 为什么你要就这样子游得他去 但是我相信 上帝在我弟弟的这个生命里面 他有一个很美好的这个计划 因为为什么我看见呢 其实我还没回到教会的时候 我很怀疑 因为我之前还没有 真正信主的时候呢 我很小的时候 就是小学吧 我的老师 就是Uncle Sehen 他有把我们尝试的邀请到来教会 然后他有讲 你可以来教会参加我们的这个 这个聚会啊 然后你可以来看看 然后我们有青少年团嘛 但是那个时候呢 父亲就 我的爸爸就很反对嘛 因为他一路来他的家里都是拜神 所以如果家里是拜神的呢 可能他们不能赞成 无法赞成孩子参加这个教会 可能他们会担心孩子会选择 不一样的这个宗教 但是我们也不能去 我也没有好像反抗 违抗 因为他说 因为每个星期六呢 我们都会想要来到这个青少年团 但是我们的爸爸就会讲 为什么你一定要去 为什么拜六 就是family嘛 就是在家 然后每当我们讲 我们要去参加youth的时候呢 他就会 他就会讲 怎么要去 去几九 然后他就会觉得 他就会说 等下去了就要回来啊 不要去几九啊 什么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们拜六礼拜 都通常呢 都是会回去家乡 甘邦 然后我们就有时 因为都是夫妻嘛 都是爸爸嘛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 很难 我们就站在中间 所以如果是想要去youth的话 我们可能 这个礼拜去了 或者回甘邦了 我们 然后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讲 这个礼拜我们不想回去 我们想要来youth 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拦阻 然后直到我 有一段时间 是没有来教会 然后我的弟弟是 有continue 但是我是上了中学 然后我continue我的 大学 然后再去了吉隆坡 所以那段时间 我是没有参与教会的 任何一个活动 我也不认识 教会的任何一个人 然后直到我弟弟 迈他大学 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觉得 因为家里嘛 因为你不能商量 然后你就很烦 爸爸就会跟妈妈讲 为什么不要继续 姐姐也会问妈妈 为什么不要这样子继续 留得他这样子 因为这个可惜 然后这个大学是很难 进了很多人 都要都没有 就是这么要这样容易就放弃 但是我相信 他的选择都是 他所做的每一个选择 都是上帝在为他所安排的 所以在家里呢 他也不常跟我们说 他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在心想 如果他不跟我们家人说 可能他是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说 这些跟他很close的 这些年轻人 所以我就说 why not 我就借着这个机会 因为那个时候 我已经在dumping住了 然后我做工 然后因为我 我做工 然后我就住这边 已经 每天都在家嘛 所以我就看 很乱 我真的是家里 又是很吵闹 我也不能说 这么多 很吵闹很吵闹 我就很烦 很心烦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讲 竟然都不跟家里人说 可能他跟他朋友说 我可以跟他一起去 然后可能可以听到 他跟他的 教会的这些 这些年轻人说 他的问题的时候 可能我可以 头听一下 做spy 做spy一下 然后回家 跟我妈讲 他可能是这样子 然后来了一段时间 差不多有一年吧 所以我就 我就讲 有没有是真的是这样 有没有一个神 真的是这么的 这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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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安排 一切 所以他 在他放弃了 他的这个 在基隆坡 这个 这个 UM的时候呢 他有 同时他有 选择了 在 就是这个 MMU 然后刚巧 我的爸爸 就是调去JB 所以我就讲 这样巧 又是读MMU 这样巧 那是他去了 那个大学 他去 open day的时候 刚好 这个大学 没有那个 就要叫他去JB 我讲 这样巧 我爸爸又在JB 这样巧 他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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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派去那边 就是说 那个大学 在JB 这个课程 然后又这样巧 我的爸爸又在那边 三年多 所以他在那边 对付刚刚好 就是一切都是 安排到刚刚好 我爸爸 我的爸爸就 我的爹地就 退休的时候 刚好也是他的毕业 我就讲 真的是很神奇 我就觉得真的是 真的是神是 真的是一个很 很 很为你 安排 只要你向他 求啦 然后我就在 20 我记得我姓祖的时候呢 是在2019年 说长不短 说短不短啦 就是在2019年的5月份 所以在我选择 想要 想要 接受主成为我生命中 个人救主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心里其实是很挣扎 因为我的另一半 它其实 也是来自 一个不是 non-Christian的 这个family 所以我其实是很挣扎 我是在想 如果我 接受了 然后我 baptize了 我和他会有什么样的 这个结果 但是我又不能好像 去 逼他 你一定要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很挣扎 我很挣扎 我怕我 洗礼了过后 然后他又会 不接受还是什么 所以我就 我就向神 祷告 我就说 希望啦 我讲上帝 我是 我就跟他讲 我要 我要 我要接受你 然后我就说 我现在很辛苦 我很挣扎 因为 不同的信仰 你要和他 你要和他 共处在一起 是一辈子的 所以我就讲 你帮助我在 这个baptize 要baptize的这个 过程 我是能够顺利的 然后 就很奇妙 就是在 5月5号的时候 我也是 就是2019年 5月5号的时候 baptize了也很 就是 就是这样子过了 然后他也没有 问任何一个东西 就是我的 我现在的老公 他也没有 讲 为什么你要去 为什么什么 然后一直以来 我有 就是我来教会 这么久 他都有 和我一起 和我一起来 所以我觉得 一切都是 你只要你 像 就是你祷告了 上帝垂听 然后这些 就是你想要的 你就给他 你的烦恼 你的 你的这些 挣扎 你就全部 交给他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是 我在 在接受主的 这个 这个经历 我觉得很 常常都会 听到你讲 就是 工作上 遇到什么事情 然后你都会 都会想 会花时间 去祷告 然后真的是 看到神的工作 对 所以我相信 祷告在你的 生命来说 是一个 不可以 不可以没有的东西 常常有时候 听你在 在Youth 讲见证的时候 你都 常常都会讲 遇到这个问题 你都会 选择向神祷告 那其实 整个信仰来讲 对你的整个生命 你觉得 它是一个 怎样的存在 对我的生命里面呢 我觉得 这个信仰呢 如果你是 对基督来讲呢 这个信仰 其实是一个 很真实的啦 我是觉得 因为我们都相信嘛 但是 在我之前 如果是你问我之前的话 我会怀疑 因为我之前就是 家里叫我 做梦 我就做梦 然后叫你烧香 你就烧香 但是你在教会 你和上帝呢 你不需要 你只需要 有相信 然后你把你所有的 这个东西 你教给他 就是由他去 帮你去 去安排 帮你去解决 知道他是你的 生命的主 因为 刚才就很像 你刚才说 我问题 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我都会祷告 因为其实我觉得 祷告其实是一个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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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和神 有一个很好的 这个 这个关系 对 因为 你祷告是 你和神说 所以当 我在做工 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 同事也帮不了 因为同事 就会跟你讲 你想办法去解决 但是 我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我就会 心里向神说 我讲神啊 这个 我遇到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的问题 可能 老板会 会 知道 然后可能 他就会很生气 或者可能 他就会出一个 notice给你 或者出一个 email给你 warning你 但是我 每当我 像神说 我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讲 让我能够顺利 让我能够顺利度过 我讲 上帝 你帮助我 我需要的是 你的这个 这个帮助的时候呢 很奇妙的事情 发生了 就是 每当一个事情 发生过后 我的解决问题 都是 我的解决方法 都是很顺利的 就是 不会 拖到很长 有可能一天 就已经 settle了 就是我觉得 真的是 很重要 对我来讲 祷告 就是 可以看得出 就是整个生命的过程 就是 跟神同步的感觉 对 然后真的是 因为我记得以前 我其实不知道你是 195年5月才正式 自己真的是 完全决定的 因为我看 来教会也是很长 一段时间 以前有来 来入入细续 对 中间就有一段时间 忽然间不见掉 对对对 忽然间来 后就开始看到 就很热心 服侍啊 也会 也会 就是主动要服侍啊 然后也愿意要服侍啊 然后就 包括在 在Youth里面 所分享的时候 其实 可以看到那个转变 甚至你 就是 就很感谢神啊 我觉得 神给每个人的时间都 对 因为我看见外面 那些 不是来教会的 这些年轻人 然后我和我教会 现在的这些年轻人 来比较的话 对问题是 每一个人 都是会有 不是说你信了主 就是一帆风顺 是的 就是从头 你接受主 到你 你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路程呢 不是说 一切都是顺利的 你还是会有问题 但是 你的问题呢 是 有 你知道你后悔 有你的前方 或者有一个靠山 那个靠山 就是这个 主耶稣 所以唯有你靠着他 你的路 就是 很 不是说 他是会帮助你 因为有些人说 信了主 为什么还是那么多问题 是 所以我觉得 主是 他是帮你 他是给你一个guide 他会带领你 就是 他会带领你 你该做这样子 他会帮你选择 因为 因为他就是 那个 那个 那个帮助嘛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的这个 这个智慧的这个嘛 所以他 你接着他 所以你就会 跟着他的脚步 所以是 不会有错的 感谢主这样的一个 一个 生命的转变 就是神给每一个人 就是都有 救恩的计划 但是时间长或短 我们都不知道 可能就是在那个 就是 你其实只是要来 spy你弟弟罢了 对对对 结果 在过程当中 就 就有 就更深的 体会到神的真实 对对对 很感谢神 然后就在 这样子在整个 整个 整个基督徒的 这个信仰 关系当中 你最喜欢的一个经文 是什么 如果是我最喜欢的 一个经文 就是在 这个马可福音的 第五章 第36节 就是他有说到 就是 不要怕 只要信 就是你做任何事情 你都不要去 担心 会失败啊 担心会什么 失败是肯定是有 但是 你要靠着主 这才是一个 真正的 这个 这个 这个道路 靠着他 你要抓紧他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应许 你要抓紧他 给你的这个 祷告的这个权柄 你要抓紧他 给你这个 他给你的这一些 你所曾经 没有拥有过的 这一些 新的生命啊 新的盼望啊 你 你借着这一切 你就会对你的人生 有一个很好的 这个 你就会看见你前方 你想要的东西 你就会 得到 感谢主 那对于 因为你也是第二 就是第一代基督徒嘛 就是你是你们家中 第一个新主 那给一些 第一代的基督徒啊 可能他们也是 还有挣扎在 你刚开始要去 要去教会 又没有办法去教会 然后 一直要真正 到现在这个时候 蛮自由可以来到 教会的那个情况当中 你有什么鼓励 要给他们吗 鼓励呢 就是 有什么鼓励呢 就是 你可以 因为很多父母都会 我觉得年轻人 他们都是 担心 父母会生气 会骂 然后你想要来教会 父母就会 骂你啊 什么啊 如果你父母是拜生的 他跟你讲 我去神庙 他就会 没有问题的啦 所以呢 如果你是想 就是 想要来到教会啊 或者你 遇见任何一个问题呢 我都 我觉得啦 你就是可以 就是 像我们一样啦 就是像 try跟上帝 像跟上帝说 让他能够 帮助你 然后能够 让他 你的家人呢 能够 能够有这个 开他们的这个心 软化他们的心 软化 因为你向神祷告嘛 然后一切 他都会帮助你 我觉得 就是他在他的时间做 我们做就是 因为时间 就是他的时间嘛 是 很感谢神 感谢 也谢谢Ann 我们也是来到 这个见证的尾声 也很谢谢Ann的分享 其实 我觉得个人是觉得 蛮鼓励性的 因为 很多人都处在 那个环境 就是 我已经来教会很多年了 可是我其实到最终 就是我可能 家里的问题啊 还是 一些情况之下 我其实没有办法 真正很完全 能够投入进去到 然后就 这个关系 对 进入到这个 根神的关系里面 然后跟很深入的 根神的关系 对 但是就是到后面 就是越来越久了哦 时间长了 就开始退缩了 对哦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你来到教会呢 其实是 你刚开始你会 你会很 你会 如果是讲 你遇到问题 你可能就觉得 哎呦 我到底有没有来错 我到底有没有信错 我到底有没有选错 是 因为曾经的我 也是有怀疑过啊 我祷告了 为什么 还是一样 我祷告了 为什么还是一样 然后 直到有一天 当你的祷告 你知道你所祷告的 你不是祷告一次 上帝就会 马上 不是祷告了 我今天要这样子 这样子你帮我 我就是 就是一定要好回 这样子 如果 你好像生病啊 还是什么 我祷告了 你就要 好啦 为什么你不要给我好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在于你和上帝的 这个 这个 这个relationship 然后你到底有没有 真正的去相信 因为有些人是 看见了 他是觉得 你有意志了 我才要去相信 你没有意志我 我就不要相信啦 我就去选择 别的 我觉得 如果你是 一次就想 就是一定要上帝 就是马上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绝对是 不对的 这个有这个想法 是绝对不对的啦 不work的relationship 不work的啦 就是求东西 你怀疑 求你得到了 然后你就 你没有得到 你就这样子 把他给放在 另外一边 就是觉得他不重要啦 然后是真的啦 在整个 这三年里面 其实是很多 这个喜乐 因为其实上帝 就是真的是 我们的喜乐嘛 因为他 只要你很烦的时候 你想到好 你就会觉得 哎呦 我今天的烦恼 我明天就没有事情了 因为你很多烦恼 你就会看到 为什么 因为我很常看到 我的朋友啊 然后很常看到 我的这个身边的 这个以前的同学 我的朋友都 很好 他们就会 用很好的东西啊 吃很多啊 然后enjoy life 然后你就会怀疑自己 然后朋友就会和 他们之间 就会有很 close的这个 这个relationship 然后他们就会 很很喜欢 起出去 然后我就会想 我到底 是哪里啦 不惹人 喜欢 就是喜欢 就是我可能 我真的很喜欢和 朋友 我就 多么希望啦 自己有一个 很好的这个 人家说嘛 年轻人 闺蜜嘛 以前人家的闺蜜 然后你什么 就很想跟他说 直到我 做工了 然后我看见 往外的这些朋友啦 他们就很 enjoy他们的life 然后 他们就会 很close 然后我跟他们 也是同学嘛 为什么不约我呢 所以我每次都是 没有朋友的咧 然后我在 有时我就会想回去 上帝的 在他这整个的 这个圣经里面 每一个 其实很多本书里面 他都有提到 这个喜乐嘛 因为上帝真的是 这个喜乐 所以有时我想回去 我就会觉得 哎呀 没有关系啦 反正 你有那个最厉害的 生命即使我身边 任何一个朋友 都没有了 都就是 他们会觉得 好像 有些是 真的是觉得 我跟你出去 然后 就是你可以请他 然后你可以好像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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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老板 这样子什么 他们就会 跟你很close 然后当你没有利用 价值的时候 他们就会 他就不要理你啊 所以我就觉得 哎呀 没有关系啦 反正 没有朋友也没有关系 我有耶稣 然后我就想回去 有时我就很 很down 很down 的时候我就 想想想 我讲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呢 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子 想这些东西啦 然后想 就在想 我讲 哎 不对啊 我不能有这样子的想法 因为真正 比 他们更厉害 真正比他们 更加有的 其实都是 我们的上帝 对你也有了 对 就是 我 他 别人带不到 给我的这个喜乐啦 其实上帝可以 可以给到我 对 因为我真的是看到很多 我们在 在敬拜啊 在什么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喜乐的 因为我曾经跟神讲过 我讲 那时候我才来 我记得我才来不到 应该是 不到一年 我才来不久 就刚好有这个 我们的这个 Right here right now 我就想讲 哇 我真的是很想 真的是有一天 站在舞台上面啦 就是 可以去 去赞美他 因为我们都说 不管你是在任何 一个角落 只要你赞美他 他都是看到的嘛 因为他是从上 他是在你的 无所不在嘛 是 然后他就会看到 所以有一次 我就真的是跟神讲 我讲 神啊 我真的很想要 就是 worship你 我是觉得 你在哪里都可以worship啦 可是有 有那个时候 我是真的是 很想很想的 我就跟上帝祷告了 我讲 我真的是很想要worship你啦 我知道虽然是 在哪里都可以worship啦 但是我真的是很想 想要站在那一边worship 然后就刚好 教会的有个姐妹 Jessica 她就看到我 刚好来 我是来看啦 然后她就问 欸 我们 少一个 backup咧 你要不要 我们现在在找backup 就这样巧 问到我 我就 竟然我都这样想要吗 我讲 上帝真的是挺了 真的是挺了 我就讲 哇 不利哦 我就讲 真的是挺了 然后我就 没有任何的一个 这个东西 就是阻挡我啦 我就直接答应了 我没有想到 我就讲 OK ON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开始了 我这个在教会的 这个backup的 这个服饰 就是直到 直到现在咯 现在一直以来 都是在 在做backup的 这个服饰啦 所以 可能 如果是上帝 有更好的 这个安排 更好的干键 可能有一天 他会叫我 做son lead 但是我可能 是还没有预备好啦 所以就是 再 好好的向他 祷告 祷告先 对的时间 会有对的时候 可能到时教会 已经 真正回到 可以 100%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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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sical service 也没有跑这些 不需要跑这些 online了 可能我们的 son lead 是有 可是还是需要一些 可以 更多的人 对啊 服侍 对啦 可以看得到 很有服侍的心啊 这是 就是我们 我们 基督徒在这个世上 就可以做 就用我们有的 就是服侍他 对啊 因为他看的是我们的心 我们要服侍他的心 感谢主 那我们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我们可以请 Anna为这 听众的人 来祝福一个 祝福的祷告 祝福他们的生活 祝福他们的 前面的道路 那我们就可以 做我们的结束 好 来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满心 感谢赞美 祝你 祝 感谢祝你 能够让我们 有这个 这个 这个 机会呢 能够 来听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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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证 祝 祝啊 我祷告说 祝我们在 我们 所听到的 这些 这些见证呢 所听到的 这些 经历呢 主 我祷告说 在听的这些 弟兄姐妹 他们都能够 知道 祝你在他们的 生命里面 祝你就是 他们的 这个 帮助 祝你就是 他们的 这个 智慧 祝你也是 他们这个 生命里面 这个喜乐的源头 主 我祷告说 这些 听到这些 这个 这个 生命见证的 这些 弟兄姐妹呢 他们能够 无论是遇到 任何的问题呢 他们都把 他们的这些 问题交托给你 他们向你 祷告的时候呢 主 我们都知道 主你 随听 主你 有主 你的时间 主 主你 你会用你的方法 你会用你的时间 去回应他们 这些 需要 他们的这些 祷告 主 祷告说 他们在 接下来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生活里面呢 他们都能够 把主 你放在 他们生命里面的 地位 任何的事情 任何的时候呢 只要他们 呼求主 你的名字的时候呢 主你 会为他们 开纳 一扇 美好的 门主 赐给他们 这个平安 也赐给他们的 这个 生命里面 他们的家庭 他们的这些 有孩子 在外面工作的 这些 姐妹啊 这些弟兄啊 主你都 主你都保守着 他们的平安 他们的健康 在任何的地方呢 只要他们 呼求主 你的名字的时候呢 主你 垂听 他们每一个人的 这个 这个 祷告主 主你回应 他们每一个的 这个祷告主 主我们再次的 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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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生命的 建政 交托给你 愿这个 建政 能够成为 弟兄姐妹的 这个 祝福 能够成为 弟兄姐妹的 这个 帮助主 让他们有一个 很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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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主 让他们做出 每一个的 这个选择 赐给他们 主你上头来的 这个智慧 让他们选择 他们所选择的 他们都知道 不是一个 错的选择 因为 主你就是 他们的 这个道路 主你就是 他们这个 方向主 主你看顾着他们 带领着每个人 主 我们把 这个 这个 接下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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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也 也完完全全的 献上给你 主 求主你 你保守着 每个人 主 求主你 带领着 每个人的生命 每个人的 这个 生活 主你都看顾 保守着 奉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 请我们祷告 Amen Aleluia 谢谢 谢谢Ann的分享 我们也感谢 有这个机会 可以来 跟他一起的来听他的生命见证 所以我们在这里 如果你有任何的主题 想要我们分享的话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 分享 告诉我们 或是DM我们 告诉我们 然后也请大家like share comment 然后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我们今天记得讲了 打开小铃铛 然后我们下个星期见 拜拜 拜拜